欢迎收看大地语人的对话 台湾山区里的湖泊并不多 每个却都像山中的一颗珍珠 明亮耀眼 令人惊艳 宜兰县原山乡就有一处双连皮 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湖光山色宛如世外桃源 除了令人流连忘返的美景之外 双连皮还拥有极为丰富的生态资源 其中更包括了许多国宝籍的珍稀水生植物 如此重要的自然环境 却因为属于私人所有 而面临开发消失的危机 如果你还不曾到过双连皮 不妨现在就跟着荒野保护协会 一同体验它令人难忘的美 台湾第海拔山区的湖泊湿地 虽然围习近海拔山区的湖泊湿地 在生态上却同样扮演重要角色 孕育生命提供栖息环境 在这里 齐章开来来鉴定公母 对对对 为什么叫钙斑豆鱼 是因为它塞盖上面有一个斑点 有一个刺 就是有一个塞盖上面有一个这个 塞盖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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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很多 这样一往下去就这么多东西上来 对对对 这里还有淹添楼很多 我们把它换回去 位于台北县汐纸山区的翠湖 虽然面积不大 却因为保有不少重要物种 就已成为生态教学 和野外观察的重要据点 然而在宜兰县的原山乡 却拥有一个号称水草天堂的艳色湖 不仅占地宽广 更蕴藏傲人的丰富生态 我们长期的观察的结果 这一块漆地 它的整个生物像非常的丰富 可以说是 全亚洲地区来讲是少有的 以它这里水生植物的物种 在资料上面提到202种 但是我们的观察 有一百多种是指光子水生植物 光子水生植物就一百多种 然后它可以说是世界仅有 能够在这一个 不是很大的一个湖域范围内 但是它就能够同时存在 这么多的水生物种 所以可以说是根本就是 在其他地方找不到 这边的那个沉水性植物非常的多 然后我可以很简单 我捞几种你看一下 像这一个 像这个东西叫黄花梨藻 它会浮在水面上开黄色的花 然后是狐狸的梨 像那个狐狸的尾巴 然后黄花梨藻在双年皮里面也满典型的 它是一种捕虫植物 在这上面有非常多的捕虫囊 然后它会抓水里面的水漆昆虫 它的捕虫囊里面也会释放出一种陷体 吸引那个昆虫过来 然后它就会去抓住它 这一颗一颗的就是它的捕虫囊 然后透明的就是它还没有抓到 然后像这个黑色的 一个一个黑色的 就是有抓到一些浮游生物 水底的一些浮游生物 然后这个已经它在消化 消化它 所以它呈现是一个颜色比较深的 像狐狸的尾巴 这叫黄花梨藻 当然还有其他的 当然是更稀有的 另外我手上的这一个 是湿叶梨藻 它比黄花梨藻更少 然后是小型的梨藻 它一样有比较小颗的捕虫囊 然后同样是梨藻 梨藻都是可以捕虫的 然后我再看一个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比较稀有的 这个是野林 野生的林甲 你看一下 就这么大而已 这是野林刚冒出来的小苗 然后它现在是呈现一个 渡东崖的状态 然后它在 它也是一样 它是在那个 酸帘皮里面也是一个族群 但是它渐渐的 因为白花碎唇越多 然后野林的族群数量 就慢慢减少 然后被赶到湖中心的食欲 原本它野林在这里也是一个数量蛮多的 这里有将近100种的水生植物 为什么最多 因为这里每一年都有候鸟来这边栖息 候鸟是由国外飞来台湾的 所以说它可能这个栖息的动作 它会将国外的一些水生植物的种子 或者是植栅植物把它们吸带来台湾 然后这个环境事宜就在这里繁衍了 可能隔几年这里就会发现一种新的水生植物 这边的水生植物有几种是蛮稀有的 目前为止应该是只有这里才看得到的 像这边的石龙尾 马来 赤子关 还有日月坛令 顾名思义 日月坛令 好像应该是在日月坛有 的确早期记录就是在日月坛 可是日月坛因为建水坝的关系 现在的这种植物只有在我们双连皮台找得到 你现在看到这个 就是一处最标准的湿地 它有很多的草泽 然后水里面有很多的水草 然后就是因为有这些草泽跟水草 它死掉腐烂掉的一些虎磁层 然后孕育了很多的虎有生物 然后这些虎有生物又孕育了很多的水溪昆虫 根据我这几年的调查 这边的水溪昆虫的种类 青林木的有54种 然后我们可以由蜻蜓的物种 看这边的水溪生态 因为蜻蜓在水溪昆虫的繁节 是属于比较中等的 因为它是肉食性的 然后它又是别的鱼类 一些鸟类的食物 由这种食物链中等的水溪昆虫来研判 这个地方其他的水溪的生物 应该是相当的丰富 有了 这是水里面的一些水溪昆虫 这个是水螳螂 目前剩下双脸皮有最大的族群 这边的水当然很多 然后这边还有一种松枣虫 体型蛮大的 这边这个大松枣虫 它又称为羊泳虫 它的游泳都是仰式的 这种大型的松枣虫 就是这种绿色的 在平地已经很少见 这是非常漂亮的物种 然后在这边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多 水汽昆虫一多 它的水鸟就会多 因为水鸟最主要的食物 都是一些水汽昆虫 根据以前的记录的话 这边的水鸟非常非常的丰富 因为这几年的一些人为干扰比较严重 然后再加上周边的树林都变成有山林 间接地影响到鸟类的气息 使得这边的鸟类 最近这几年来的记录不是怎么好 可是还是有七十几种 累积起来的记录有七十几种 除了拥有丰富生态和珍稀物种之外 双连皮还有一个奇特的景象 台湾就是只有这里看得到 早期文献上有记载在日月潭有 可是日月潭现在已经变成了水库之后 这种自然景观只有在这里有 这个岛可以看得到现在这个位置 在一两个月前的位置是在这一边的 是因为这个岛是一种草折性的福岛 草折性福岛就是说它虽然植物长在湖中间 各具缠绕在一起 可是它们的根是没有定着性的 因为这个湖的水是蛮深的 而且是斧直层 所以说它们的植物的根没有办法定着在泥土里面 所以说每到台风来的时候 这个岛就会移来移去的 你可能今年看到这个位置 明年可能不一定在哪一个位置 除了说是一个重要的国宝及湿地 然后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蛮好的自然生态教室 我们的民众我们的小朋友 来到这边他可以很直接的清静水面 做一个自然的观察 然后可以了解我们的自然的重要性 我们不必说小朋友在学校很可怜 必须把自然拿到补习班去补自然 表面上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公有的土地 而且是一个很原始的一个景观 可是呢基本上它是属于私人的 确确实实是属于私人的一个土地 所以说它可能会面临开发的问题 今天如果说地主进行开发的话 这里的生态可能是会完全改观的 我想这个湖澡区呢 是台湾生态最精彩的一个内陆的沼泽区 我想应该好好地把它保存一下 如果说是开发了 真的会造成这里的生态一个浩劫 双棉皮是否能够保有自然样貌与生态 一直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土地或许可以私有 但是美好的环境 是否应该留待万物共享呢